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《专心》。 有一个年轻人赶着师父学习射箭,有一天师父教他射屋子旁边,那棵树上的那只小鸟。 当年轻人把箭搭在宫上的时候,瞄准好了,师父问他说,你看见鸟了吗? 他说,看见了。师父又问,你看见树了吗?他说,我看见了。 师父再问,你看见房子了吗?他回答说,也看见了。 于是师父就说,你先不要射,等一会儿再射了。 过了一会儿,师父又叫他瞄准。 当年轻人准备好了,师父还是问,他有没有看见鸟、树、房子。 这次年轻人没有看见房子,只有看见树和鸟。 可是师父还是要他放下箭,等一会儿再射。 又过了一会儿,年轻人又拿起箭,再瞄准。 师父问他,有没有看见鸟、树、房子。 这一回年轻人回答, 我只看见鸟,没有看见房子和树。 师父听了,才让他放箭射鸟。 结果咻一声,鸟儿被射中了,从树上掉了下来。 年轻人问师父说, 师父,为什么要等到第三次瞄准才能放箭呢? 师父回答, 前两次,有你射鸟,可是你仍然看得见房子和树。 这表示你不专心,不专心的箭是十二不中的。 第三次,你专心了,你只看见小鸟,所以才会一箭射中。 小朋友,我们无论做什么事,都一定要专心哦。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,谢谢。 妈妈,你去干嘛? 我们录完了呢。